我相信這個都很大程度都是 因為亦都是 如果他們是很憂心 這個是對的 他是應該憂心 因為一來他看到11月那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還有現在都已經是4月了 是不是 9月的選舉 他們是會很憂心 因為有人跟我說 林鄭月娥11月選完之後 他跟有些人說 糟了 他說現在淪陷了 可能9月還淪陷得厲害 也有些商界的人士跟我說 他們自己商界談 多數都是 商界很多 他們自己差不多都已經覺得 親民主的是會過半的 在9月的選舉 但是他們跟那些京官也好 那邊那些傾 他們收到覺得的訊息 那些京官是不會接受的 我說這樣即是怎樣 即是宣佈軍管 他們又說未必 不過他們是不會接受這個結果 我覺得真是非常恐怖 如果你不接受 一個就是宣誓的時候 就全部將你們全部取消資格 那真是很大件事 所以他們現在想做的可能 就是令到這個情況是不會發生 那你不過半 他們就不需要那麼出手 出得那麼什麼 那即是 我相信他們是很憂心 這個一定是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錯的事情 只會激發起 選民更加會想出來投票 更加是不會支持 親共的候選人 所以 或者如果那些親共的政黨那些人 以為是這樣搞 會幫到他們 他們真的會發瘋 他們應該知道 那就更加死定 即這個問題是怎樣呢 可能是不是怎樣 他都會輸的了 但是你緩和一點氣氛 我想市民是想 大家有什麼就坐下來談 去處理了他 我經常都說 議會是幫社會解決問題的地方 你現在的議會就操作不了 為什麼操作不了呢 就是你這麼大 這麼大堆人 這邊是少的 我一讓你投票 我就輸的了 那我唯一可以做 就是不讓你投票 那怎麼辦 你就叫警察去抓他 那你怎麼可以這麼僵持呢 你唯一可以做 就大家坐下來談 這個在一個文明地方就是這樣做 但是他不肯嘛 不肯 你就要承受的後果 那後果可能就是 全個香港一起攬炒 那就很大件事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人都要冷靜下來 去想一下 喂 就算是支持民主的人過半 那又怎樣呢 那天是不是會跌下來呢 基本法沒有寫著說 喂 是親北京的人才可以過半 沒有啊 那當然也有些人跟我說 他們不用這麼害怕 你 不是 認識他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就算過半 你也聽到有些人會變節 就算區議會也有見 是吧 是很多事可以發生的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這個形勢 北京是很憂慮的 因為很多市民是很不開心 他不開心的時候 他的票是抗議來的 11月你見到 這次也會更厲害 如果你更加來到 即是讓他覺得 他覺得甚麼 他覺得你要拿走我的自由生活方式 你令到我雞毛鴨血 我豈不是跟你死過 那怎麼死呀 我又未必走出街去扔磚 我便走去票站 丟那票下去 不是 我同意 所以我會覺得 市民他不知道 他不懂得選舉制度 是怎樣操作的 他只知道自己的票 我相信我和你走出去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都答不到你 是怎樣可以選到一個議員出來的 那些票是怎樣分的 但是他只要是抗議你 他就投了票 但是你去參選的人 無論是政黨 或者是候選人 你當然要了解 整個事情是怎樣操作 這個也不像去年11月區議會 那樣單議席單票 這個叫做多議席單票 這個是鬥大的制度 那如果你說 我大家都這麼高那麼大 我又去選你又去選 不要緊 一個區可能有四十週名單 那你就把那些票分得很散 這樣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人包 怎樣的結果 或者有人可以包 就是民主派會輸很多 因為那邊 他們剛剛救自己 就分得散了 你看到新界西 試過幾次都是這樣 所以 這個挑戰 就是在那幫想參選的人那裡 就是無論你有黨也好 沒有黨友 你要明白 制度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大家盡量做些事 去令到 不要把那些票拆到散到 散到好像 哇 遍地開花那樣 這樣的時候 就真的很難搞了 不要以為市民是喜歡你 市民喜歡你 他想你贏 他不是想你無緣無故 一個區有四十張名單 但是有沒有人肯呢 喂 那為什麼你要我走 為什麼你不走 大家怎麼去講呢 為什麼要考他們的智慧 如果個個都不肯 也都個法例沒有規定 說你那個區只有二十張名單 如果個個都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很頭癢 所以 你說過半個機會 就小了很多 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 就是所有想參選的人 都用多些時間 但去了解一下這個制度 是怎樣運作的 還有 是怎樣才可以 而那邊是一定會有些位的 它不會沒有位的 但是又怎樣去選 而令到 親共那幫人 是拿到最少的位 那這邊是拿到多些 那我覺得呢 是需要大家去討論 需要去辯論 也都需要去妥協 然後大家希望有個共識 就不是 就是各自爬山 各自爬山 各自爬山 我們每個區都出四十隊 我相信 如果大家是深名大義 就會好些 但是如果個個都要 盡量爭 我記得當年我在 新界東選舉 我們那時候就沒有那麼多名單 我們有五張 所謂民主派的名單 有個市民在論壇問我 劉議員 我們怎樣投好 我們每個人只可以投一票 我說 我們有五張名單 我希望呢 我們五張名單的人 都可以入到立法會 希望你們呢 用你的智慧 有幾多個人肯這樣說 每個人都說 你給我所有的票 所以 看你自己怎樣去操作 看一些政黨 後者人的操守 情操是怎樣 如果每個人都想你死的 只是掛著自己 你掛得住自己來 很多時候的問題就是 你又拿了很多票 但你又拿不到位子 你又害了別的人 但是他們沒有緊要 他們出來 如果你很多這些人 你都沒有什麼辦法的 我相信他們雖起上來 就是無所不勇其極的 當然他們會給很多資源 那些人去選舉 各樣東西 去籠絡那些選民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令人很擔心的 就是 就是 不讓那些人去參選 就是他覺得你 就是被選舉主任說 你沒有資格 取消他的參選資格 那當然你取消了這個參選資格 可能第二個第三個都可以選 但是就變成你投的那些 是很多人支持的那些 就選不了了 沒有得選 就是很多很骯髒的事情 他都可能會去做 那更加差就是當你選到了 你去宣誓的時候 他也都取消你的資格 那就是很糟 那我們真是很希望 就是當局 是不會做些這麼噁心的事情 還有呢 社會上的人是要出聲的 無論你是公務員 在裡面 要你操作的 要你去取消人的資格的 或者其他的人 就是大家整個社會要很警惕 大家要看實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不要大家覺得 都沒有辦法了 都不關我的事 不要是這樣 就是全部新聞界要很警惕 候選人要很警惕 社會上各方面的組織要很警惕 甚至公務員 因為這次公務員會很大的參與 很多事情 你說他做威水 做選舉主任 或者他去票站 很多都是公務員 很多事情發生 他們應該要幫忙看 我不是說叫他去親哪一邊 而是要他真的很公道 很獨立 很公道地去執行他的職責 去做事 其實我就沒有證據 我覺得會不會好像在第四世界國家 將票箱都整個換了 塞了那些票進去 但是變了 因為我們不會排除 因為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每個候選人 一定要有人在票站裡面去監察 現在不是在諮詢 又說什麼 又說多人 我覺得應該要有多些票站 我們多年來都說的 它真的很離譜 因為有些票站是很遠的 而且是很不足夠的 就算你看看台灣也好 很多地方 票站是很小的 但是因為它選民很少 也很方便 如果你現在有四百多票站 或者什麼 你一整整到千多個票站 真的很遠 然後就變了沒有那麼多人去投票 不需要排四個鐘頭隊 而且一定要有些空間 可以派人去監選那些候選人 派代表去看實 因為那個票箱 其實你放在這裡 投完票你其實就不動了 因為當你說要轉成點票的時候 就不要趕人出去 一個票箱是這麼多時間 都是人家看實的 那你就沒有那麼多機會做手腳 如果不是有什麼事 就說你們先出去 我們什麼 那就死定了 我覺得不好 我覺得大家都明白 如果說長者 你說累的 你放一張椅子坐下就好 你說長者要先休閒 我要上班 或者我有急事 你又不讓我休閒 尤其是 很多時報說長者 喜歡支持他們 那你就讓他們的支持者先休閒 那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但是 即是大家覺得 你不要長者 或者有些行動不方便 有些什麼人 他在排隊的時候辛苦 你就多給他幾張椅子坐 但是大家公平 你來到先就剛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不要搞那麼多 這些是很無聊的事情 我不是聽到很多長者是要求 那些長者是希望不要那麼辛苦 那我就說 我都不想那麼辛苦 我都是長者 那你給些椅子坐下 那你想早點投 你就早點來排隊 這個就很大件事 現在法例應該只准他 然後兩個星期而已 如果你多過兩個星期 你要再改法例 那我相信就改不了 那又怎樣 因為緊急法 嘩 這樣就很大件事 緊急法 就是政府宣佈緊急狀態 我現在講這個選舉 可能22月才舉行 因為你覺得緊急 你什麼都可以立屈 或者委任一個新的 臨時立法會 要不就說你們這些人 繼續做到12 很多想法都可以 那當然不要了 我相信如果你這樣做 真是引起很多 很多很多的紛爭 你真是激死市民 市民是不能接受的 一發瘋 你看現在南韓今天 就是投票 疫情它都照投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我們香港市民 是很成熟 是很有智慧的 有什麼情況下不投到票 就是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輸 所以不投 要發瘋 真的 一是釋法 總而言之是要有法律 一是就在北京釋了法 給你 一是你自己立法 無論如何都要有法律 但是我覺得這個 真是錯到都不會說 我也都不相信香港人會接受 那你真是分分鐘四百萬人上街 如果對當權派這麼瘋 市民是會用它自己的方法出來表達 那有什麼很嚴重的後果呢 就是它要負責 又未必的 不過我經常都記得 有些商界很多年前已經跟我說了 她說Emily 我們要走 那些錢很快 一兩分鐘就可以走了 可能他們那些錢是這樣 但有些當然 你成座野在那裡 你怎麼走 你找了神燈那張瘡來飛去走嗎 我相信一點點 但是 有些就算是可以走 有得走 她未必想走 她是想在這裏做生意的 她覺得你何必把我搞成這樣呢 是吧 但是她又覺得自己好像 都無能為力 所以她們很不開心 一我不是掌握這麼多資料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 看看現在這個復甦是怎樣 過了這個疫情 香港我相信是有它的優點 也要看大陸的經濟 如果大陸的經濟又真的可以反彈到 香港又會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繼續在香港做 但是如果你把香港攬炒 搞到真是生靈淘汰 那時候真的有市民要走 這個我相信是沒有什麼人會想見到 而北京這麼狼 而那幫保安黨在立法會那些 是這樣在這裏撐著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千古罪人 就算你說去年那條草案 都是因為她撐著林鄭月娥要她做 如果那幫人全部不支持 林鄭月娥一早已經玩完了 搞了這麼多個月 這麼多的紛爭 這麼多的衝擊 就是因為他們支持 她要林鄭月娥繼續 當然林鄭月娥也很喜歡繼續 所以那幫人 完全都是罪魁禍首來的 現在都是 如果你看見北京想這麼瘋 那你又出來猛鼓掌 叫北京這麼做 那你就想香港死 我相信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北京 北京在這裏夾我們 你看回1997年 一路頭過十年十幾年 沒什麼的 你說到江澤民做 胡錦濤做的時候都不是太厲害 直到習近平 2012就大件事了 他2014就出了白皮書 全面管治 所以是習近平開始 就令到那個情況 即是急轉直下了 所以是很糟糕的 如果你說江澤民和胡錦濤 他是民主界 當然不是 但是他們都沒有那麼強硬 即是沒有那麼壓制得那麼厲害 現在搞成這樣 所以真是很不幸 即不是說香港人 坐著一路就跟你砌過 不是的 你初初那十幾年 是沒事的 大家不會吵得那麼厲害 你是習近平上了一場 就搞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大件事 對 對 對 這個北京一定是低估 但北京低估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的保皇黨 那幫橡皮圖章 是錯誤地把他的訊息交給北京 還有當然中聯辦 也是很錯誤地去講民情 因為我們這些民主派 從來都不聯絡 我說你叫中聯辦 大佬你應該聯絡完 將所有意見 才寫完交報告 不是你只寫你喜歡說的那些 他喜歡聽的那些 你是不是發瘋了 所以真是很大件事 真是如果你真是了解香港的人 去解給北京聽 應該是不同的 不是 他們寫完一些 還是北京喜歡聽的東西 就告訴他們 那便在那裡誤判 好多人有些人來 為什麼北京好像不太知道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他不知道就該死了 有這麼多人在那裡 你中聯辦多少人 不知道多少千人 還有你有這麼多其他團體 經常下來收報告 都這麼不了解香港的情況 而出了這麼錯誤的決定 搞到大家雞毛鴨血 那你就很有問題 就已經快成為了 不管是哪地 都已經快成為了 這件事 不得了